阿慧和妹妹 阿慧正在家门口玩 妈妈从家里走出来 阿慧 阿慧 妈妈要去一趟银行 一会儿就回来 你在家等着啊 小彩呢 刚睡着 小彩睡醒之前 妈妈就回来了 那好 妈妈快去吧 妈妈急匆匆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 屋里传来小彩的哭声 阿慧赶紧跑了过去 打开家门 小彩光着脚走出来 阿慧一边给小彩穿鞋 一边说 别哭 别哭 小彩 姐姐陪你玩 快 快来 小彩不哭了 小彩颠颠颠地走起来 小彩不是那边 这边来 这边 阿慧拉起小彩的手 小彩的手又小又软 阿慧觉得自己 好像一下子长高了 长大了 我长大了 阿慧从兜里掏出粉笔 在地上画起铁道来 小彩 咱们来玩 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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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彩笑嘻嘻地说 轰咯 轰咯 小彩在阿慧画的轨道上跑起来 还没画完呢 先别跑 等我全画好了再玩 小彩不跑了 阿辉一心想让小彩高兴 就是起劲的用粉笔在地上 呲啦呲啦的画起来 铁道好长好长哟 然后是车站 再给你画一座山 隧道你好啊 小彩你看画好了 阿辉抬起头来 小彩不见了 阿辉吓慌了 芒向四处张望 可是看来看去 哪儿都不见小彩的影子 直嘎 忽然从街那边传来自行车 急刹车的声音 阿辉一听猛地跑起来 怎么办 要是小彩被撞着了怎么办 阿辉紧张的心 砰砰直跳 大街上撞到自行车的不是小彩 阿辉松了一口气 可是小彩上哪儿去了呢 嗯 对 准时去公园了 阿辉立刻朝公园跑 妈妈常带小彩去那个公园 啊 阿辉发现远处有个小女孩 小彩 阿辉大声喊 可是那个小女孩 停也不停地一直往前走 阿辉加快脚步向那个女孩跑去 女孩忽然转过头来 原来是一个阿辉不认识的 别人家的孩子 阿辉又跑起来 跑到街拐角 忽然听见墙那边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阿辉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 这时候忽然墙角拐出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拽着一个小女孩 阿辉紧张地闯不过气来 但是那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别人家的孩子 当他们从阿辉身边走过的时候 阿辉听见那个大人低声地对小女孩说 不听爸爸话的孩子要挨屁板的哦 阿辉又跑起来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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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公园的时候 阿辉心跳得越来越快 脚步也越来越快了 终于跑到了公园 找到了 小彩在公园里 小彩正蹲在沙坑里玩呢 这回没错 眼前的孩子是小彩 阿辉也没说什么 直朝小彩奔过去 看见阿辉 小彩举起沾满沙子的小手 朝着姐姐笑了 阿辉紧紧地抱着小彩妹妹 这个时候不远处我们也看到了 阿辉和小彩的妈妈 也朝公园来 找他们一起回家了 他跟你们自己去都玩 我们下回要跟着姐姐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 不要到处跑 是不是 太多长大了 他长大了 他长得再大 他也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去哪 爸爸妈妈是不知道去哪的 找不到他的 妈妈看起来 那要跟爸爸妈妈说了 那就可以自己去了 好吗